各位旅行者大家好 那今天的话我们接着来讲 训察五分的第二关 掏分之境 好的我们开始挑战 进入秘境之后 我们首先往前面走 然后右转 可以看到前方的话有一个停止分场的机关 好我们先停止一下 我们拿起这个大篮球 然后开始 寻找这个小球 好下来 一直往前面走 然后前面的话有波怪啊 大家先清一下 清理完毕后 我们拿起这个金币往回走 然后在我们左手边的话有个机关 好这边的话我们向右旋转 再点一下向右旋转 旋转两次 好接着我们继续往这个东方向跑 然后我们向后转 好这样的话 这里的话就可以上来了 上来左转 可以看到前方有个机关 我们选择第一个变换 分场朝向 好上来 左转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机关啊 我们向右旋转 好不要动 前方的话有三个机关啊 好 我们首先过来来到中间这一个 选择第一个 第三个我们选择第一个 好远路返回 我们拿起这个金币 好先上来 我们拿起这个大球 好再继续捡一下这个小球 好再继续捡一下这个小球 好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小关啊就完成了 好现在的话我们进来 然后在我们的左手边啊 这边有两个机关 我们调整一下方向 选择第一个 然后这个也是选择第一个 然后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个大球 我们来一下 好我们开始去个现实挑战 左转 好再下来 前方的话还有一个 大家也没看到 啊这里还有一个 好的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挑战就完成了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开门 好的那本期视频啊就介绍到这里 好的我回去睡觉了 再见